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跟大家分享蔬菜面团的活法和一些小经验 和蔬菜类的面团它通常跟其他面团差不多 我们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和的面里面它们咯咯哒哒里面有很多的干粉颗粒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下面我说的这种方式去做 首先我们加了蔬菜汁或者是蔬菜泥之后 我们要先把蔬菜泥和面粉搅拌均匀 搅拌的稍微稠一些 这样就能够百分之百保证里面没有干粉颗粒 因为稍微活稠一点这样就会把里面的干粉来回搓都会搓匀 它肯定就不会出现 这种方法不单单适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面团 它还适合各种各样的面团里面使用 比如说北方的朋友他喜欢吃面糊粥 开始的时候和面我们同样也是一样的 要把面稍微活的稠一点 然后再加水把它给化成糊状 这样呢绝对没有面粉颗粒的存在 如果说新手朋友第一次做蔬菜类的面食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完全打成枝叶 这里建议我们新手朋友在做蔬菜类的面团的时候 尽量不要完全的打成枝 稍微的打的粗糙一些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面团 它做出来的面食也会相对来讲更加的好看 总之和蔬菜类的面团我们首先应该把面稍微搅得稀稠一些 尽量把里面的面粉颗粒全部搅拌匀之后 我们再和成面团 这样和的面我们在后面揉面的时间也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短 既能省掉很多力气也能节约时间 这种和面方式最适合那些第一次做或者是很少做面点的朋友使用 好了 咱们今天的小经验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再见